卡扎菲在后期逃亡的过程中,没怎么指挥战斗,都是他的儿子穆塔西姆在领党,期间有人悬赏170万要卡扎菲的命。 卡扎菲每天都只靠煮茶,写笔记打发时间,他有时候很悲伤,他原以为意大利总理,法国总统,英国前首相和土耳其总理,是他很亲近的朋友。 没想到他们会抛弃自己,当首都尼泊里被占领后,他一直坚持认为利比亚人是爱着他的,又这么觉得,现实的残酷就遇险悲凉。 他们躲在居民逃亡后废弃的房子里,没有电,更没有电器,每次天就要换一个地方,原先身边还有300多人。 后来呢有一半多的人都跑掉了,断水断电,食品稀缺,很多人劝卡扎菲投降或者离开,但是他和他的儿子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。 他认为自己要留在利比亚,抵抗外国侵略者,他死前被过渡委员会的人从下水道拉出来,略带了他,并且开枪连环射击头部和腹部,杀了这位曾经的万王之王。 他和儿子在被放到冷冻肉,的冷库内向市民展览,几天后卡扎菲被秘密埋葬在了沙漠深处,为了避免消息泄露。 在场的四位酋长,向古兰金发誓,永远不说出卡扎菲的目的灾难,射杀卡扎菲的的是一名年轻小伙乌雷比,在押送途中双方发生了冲突。 他开枪射击杀了卡扎菲,但是他却没有得到那笔悬赏金,被当局秘密保护起来,后来被安排当了公务员。 结果执行任务时,他们几个被卡扎菲的支持者抓过,遭受了严重的酷刑,其中一名叫奥乃尔沙巴那被打成了脑震道,没到就死在了路上,而直接枪杀卡扎菲的乌雷比,虽然被释放, 但是却精神恍惚,瘫痪,骨瘦如柴,胸部被替刀划伤,连脸型都被折磨得变了样子。 卡扎菲,无论是被说是英雄还是独裁者,在最后逃亡的时刻,他没有听从很多人的很多意见,而是和儿子执意留在利比亚抵抗联军。 这一点至少说明,他并不是只为了一己自利的小人,这一点也从他自认为利比亚人热爱他可以看出,否则一个是恶不赦的人,他自己凭什么认为别人会热爱他,他能坐到这个位置? 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吧,死前的他曾经呼吁要利比亚人民维护自己的身份,历史和成就,以及祖辈我们的荣耀,无论何时何地,都要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。 据说这只是利比亚的不犯福利,为什么福利这么高还反对他们? 就是人性贪婪想要得到更多,就跟妈妈对待两个儿子一样,那个不成器的,对母亲所求无睹,妈妈也会更加帮衬这个儿子。 而另一个生活美满也孝顺,但是却受不到母亲特别关注,反而让这个儿子多邦邦不成器的那个,所以你给他创造多好的条件他都不会满足,反而欲望越来越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